入选全国物业共建美好家园典型案例 荣创服务在白象街做了这四件事 2022年2月17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和中央文明办秘书局关于发布 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美好家园典型案例的通知中 荣创服务集团重庆大区 所管理的重庆市于中区白象街小区 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名单 本次评选围绕社区物业党建 促进小区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物业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建立协商意识机制 发动居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 规范物业服务行为 为群众办实事等综合评价维度 白象街小区在全国数万的评选小区中脱颖而出 荣创白象街 以党建引领红色物业的高度 以入社区做城市服务的深度 以带领业主做美好生活共建的温度 以服务践行社会社区公益联动的广度 成为全国美好家园的典型 是荣创服务建设社区美好新生态的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毛细血管 自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发展要求以来 在重庆 荣创白象街以党建引领为契机 搭建政府家物业家居民三方桥梁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 以小区党支部为单位 组织居民自治小组 社会组织居民群众 物业企业开展社区共建 为社会的基层治理树立了样板 重创服务重庆大区在白象街 通过采取党建引领 试点先行 示范带动方式 把党的组织有效嵌入物业服务企业 依托党建加物业的先行管理模式 为居民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 发动辖区党员及业主代表 和物业员工成立志愿者队伍 开闪交通执行 文明宣传 推动住改非专项整治 成功取缔住宅小区民宿经营 党委牵头 联动职能部门综合持法 规范飞机动车的停放 有效维护商业秩序与城市环境 在疫情期间 在党建小组带领下 抗议为先 冲在一线 白象街项目全员坚守岗位 退和社区做好居民的防护 守护工作 门岗检测 公共区域消杀 配送生活物资 危急时刻有力保障了居民生活安全 融创服务从居民的真实需求出发 三个方面提升自身运营能力 服务能力 数科能力等 深度推进技术与业务的协同 深刻理解并扩大一线的数字科技应用场景 于不断尝试 技艺中拓展应用深度 加快推进数字化进程 为业主提供便捷 提新多元的优质服务 对于居民的生活服务 积极响应政府好仗 通过新科技新技术的应用 搭建一站式客户服务平台 积极推进物业加互联网加生活服务的新模式 为居民提供包括家政 入户维修 房屋租售 装修美居 生活团购等数十项生活服务 极大地提升了新形势下 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 融创服务在做好基础服务的同时 也在不断加大智慧社区建设口入 完成门岗升级改造 运行人脸识别系统 以更安全 便捷 智能的课点备受居民欢迎 通过智慧安防管理系统 打造社区透明防护网 实施的智慧车行管理系统 无感通行效快捷 推行100设施设备管理系统 实验配电 消防等设施设备状态 24小时智能监控 有效保障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科技赋能服务与运营 融创服务权力打造智慧家的物联自家系统 对重点服务区域 关键服务岗位 进行实施 动态质量监督和集约化管理 增强管理穿透力 减少管理层级 提升物业品质与居民的服务体验 线上的智能化物业管理平台和智慧化业主生活服务平台 让客户端 管家端 服务管理端有效形成闭环 驱动项目团队整体服务力的综合提升 构建场景化智慧社区 从而满足和实现对居民不同需求的及时响应 和快速达成 守望相助 患难与共 出入相有 友无相通的家联共同体 运营集体智慧实现社区的美好共建 这是共建联席会 组织辖区居民发起征集并明练的白相街归新社区公约 让园区共建实现有人的地方就有人行为 有温度 针对独居控潮往年群体 白相街服务团队还从精神关爱 温乐陪伴 生活助手等三方面为独居老人排忧解难 组织开展了入户陪户 敬老茶话会 健康体检 养生讲座 防诈骗讲座 衣柜收纳整理等活动 让园区业主务老而不孤 老有所乐 除此之外 组创服务还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开展建走未来 活客计划 品质挑战赛 宝贝下令迎等活动 白相街项目还开展护学活动 护送小区上学还通过斑马线 架起平安上学之路 在园区内卫中 小学生设立4点半课堂 由柔状管家陪伴看护 打造儿童快乐天堂 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组创服务非常注重对服务居民的人文关怀 同时更重视大家居住的舒适度和快乐程度 因此通过容乐圈 具有趣打造友谊 有趣 有欢乐共鸣的社区空间 容乐圈 容创服务注重每一位居民的需求感受 特别重视和谐家庭 儿童的精神文化关爱 组织和策划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具有趣 为了满足更多居民广泛的兴趣爱好 容创服务建立具有趣社群服务平台 在园区内建立了别具特色的花椅 宠物 运动 亲子社群 2021年重庆社群活动开展已达于市场 上千名业主参与其中 为了极大地丰富园区业主的生活 容创白相街服务团队 在园区组织开展于73场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其中 银礼计划 业主春晚 国学端午 中秋晚会 星空影院 晒备节 百家宴 千万个微笑等活动 打造中国文化之旗乐融融的社区氛围 同时 容创服务还创新开发了 针对后疫情时代的线上缤纷欢乐市集 通过管家朋友圈 业主微信群等互联网渠道开展园区跳蚤市场 邀约园区一如分享生活乐趣 转让闲置商品 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及温馨和谐的邻里关系 从而真正实现了 让业主在白相街的安居乐业 容创服务 以降人之心 努力让业主感受园区生活的便利与快乐 在每一寸空间里兑现完美服务 赋予业主高品质的生活享受 在未来 容创服务仍将坚守服务初心 并不断提升自身核心能力建设和品牌力 通过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 为客户创造价值 为员工带来幸福 为城市美好发展助力